我會告訴他們說你唱歌跳舞 你跳舞就是要用你的腰 用你的屁股 你這樣才可以吸引客人 對不對 花錢來這裡消費嘛 那我就問他說那你屁股在哪裡 因為他跳舞都不動啊 然後他就在這裡 我說在這裡就打他屁股 我說在這裡就拿出來用啊 不然你現在是怎樣 你是留在做假裝嗎 這個就是就會比較即興去講出來這樣子 就會覺得好像蠻適合擺在這裡 就是我們大家就會討論說 如果有這種就覺得接起來蠻順的 就可以擺進去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原本劇本也有的事情 劇本也會大概有一個 可能他們不會寫這麼的那種detail的東西 有些片段有一些空間讓演員可以去放 有時候一對到那種火花 你可能會覺得這裡好像可以加一句這個 或者他穿的衣服拉很高嘛 在我們那個 那算酒店嗎 我們那個算酒店嗎 就是 酒家 娛樂空間 對 那再跟小姐講話 對 然後可能劇本會寫到 你把腦那麼高 你是要去參加告別式嘛 那我就覺得這時候 那我可能就會叫他把這個拉開啊 把那兩顆拿出來啊 對 這個就是即興加進去的這樣 他本來想拿客人說 不要 不要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那你怎麼對是你被你罵到很開心 我好像每次罵人他們都很開心 我都不知道在笑什麼 他很開心 對啊 就是演員也好 包括路人也好 反正你只要罵他他們都很開心 所以我都覺得 好吧 大家可能都壓力很大 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 玩玩大家來 我們家哪裡比較好 那比較平面攝影 然後平面攝影 好 公主的看一下 對啊 秀一段 The show must go on 哈哈哈 謝謝 謝謝 拍誰 我這 可以啊 哈哈哈 我都還沒暖嗓 對啊 反正 大家就當作是來放鬆嘛 對不對 對我要求不要太高 但我會盡我的 努力這樣子好不好 嗯 閩南語對我來講 本來就不困難 問題是要用唱的就比較困難 而且那個唱也不是像你平常唱歌 這麼簡單 因為他可能 必須你在講話的當下 他的前奏已經下了 那你又要注意聽那個前奏 然後又到 還要跟別人對話 然後你講完你的台詞 還要在正確的點開始唱 這一點是我 平常在演八點檔的時候 可能可以隨便亂加詞有沒有 我剛去排戲的時候 我就會亂加詞啊 亂加一些語助詞啊 沒勒 沒怎麼 音樂已經過了 你會來不及接 所以後來就會變成 這一點 我就會非常的注意 所以亂加詞這一點 我已經不敢這麼做 所以我覺得 音樂劇真的很難 尤其西文的音樂 非常厲害 但是對於我們來講 就真的 真的是一個挑戰 因為很不好唱 我現在也是覺得我自己很棒啦 沒有啦 很棒 太客氣了 真的不好唱 是真的 你儘管亂加詞 我們就改音樂就好了 哈哈哈 請問一下西文 這次為什麼會叫可麗姐 其實這個戲在兩年前首演的時候 我們戲中就有個角色 是一個 一來是一個 算是娛樂業黑道 都有涉獵的一個大姐頭 然後 他就是有大量的 罵人的 篇幅這樣 然後我跟導演楊錦璇在討論說 那身為觀眾會想要看到 哪個演員在台上罵人 或者說 身為演員會想要被誰罵 然後我們就 當然是可麗姐啊 然後就想說 發現可麗姐 以前也有唱歌出唱片的經驗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也有 演了一些舞台劇 有跟一些劇場合作 然後我們就嘗試聯繫 然後想不到可麗姐也非常 非常樂意跟我們合作 我們就出成這個火花這樣子 真的非常謝謝 因為以前呢 在演巴黎黨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我在罵人很像在唱歌 對 終於完成了這個願望 就是真的可以唱歌罵人 對 那就是有親身經歷過 北投60年代的風光時光嗎 就是你暫存在這部 就是音樂劇的時候 你有下什麼樣的功夫嗎 畢竟是60年代的北投 對啊 因為那時候我也還沒有出生 沒有啦 所以就 其實我覺得 觀眾可以 我覺得蠻幸運的就是 畢竟很多人就是 可能也沒走過 那段歷史 可是你可以透過看音樂劇 然後重新去了解 這個歷史原來是這樣走過來的 台灣的電影 米南語電影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你不但能夠看到 陪著走過這個歷史 你又可以看到很多很感人 或者很有趣的片段 再來是那些歌曲 真的是 我每次聽 每次去劇不配 我不騙你 我已經演過這麼多場 我每次 尤其到最終點的時候 我都是 那種感動是想落淚的 每一次喔 不是說 啊 看古都賣掉了 沒有 所以我覺得 音樂療癒的力量實在太大了 我覺得這幾年 因為疫情 其實大家的情緒能量都很低 包括我自己 那我前陣子其實也莫名其妙的低 那有人說是因為季節轉換 那所以可能會這樣 那我想說好吧 那我也就接受 結果那天要排戲 我還有點 今天要排戲 我要去面對那個高難度的音樂 我不騙你 我一排完 我的整個能量瞬間回到原點 然後 心情就變得超好 沒有原因的喔 沒有吃什麼正經濟 反正我就覺得 音樂真的太棒了 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 如果你們真的有空 為自己來安排一場 這個心靈療癒之旅這樣子 那請教重置跟之前 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重置基本上 當然是劇本有一些細部的修正 然後根據之前的回饋 希望可以把它 把這個呈現做得更好 然後演員也有一些新的演員 然後也有舊演員的重新的輪調 所以加上 他是在一個不同的劇場演出 所以基本上 我相信他對新舊觀眾來說 都會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體驗 然後像我們自己在排練場 相信可麗姐也感覺到 其實新的演員那個整個活化是不一樣的 然後你實際是非常期待可以跟 不管是沒有看過這個戲的觀眾 或是舊觀眾來都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個作品 它是一個非常有趣又精彩 又跟我們的這個土地 或是文化是有關係的一個題材的作品這樣子 對 我想